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和大家煮一頓飯 兼討論逃犯條例 這是一個日式的清魚 它已經醃好了 我就煎就可以了 另外我也會做這個 日式的甜菜 就這樣炒一下就可以了 很簡單 其實整個逃犯條例的緣起 就是之前一個香港人少女 就在台灣懷疑被男朋友殺害 之後那個男朋友回到香港 之後又沒辦法引導去台灣等等 就激發了修例的這件事 以及社會的關注 其實現在香港不是沒有逃犯條例的 香港是有和32個司法股核地區 就簽了一個條例 然後又和20個司法股核區 又簽了另一個條例 其實是有逃犯條例的 只不過呢 這個逃犯條例呢 嘩 有點聲音 我有點怕魚 這個逃犯條例呢 就不適合 不適用於這個 中國啦 台灣啦 澳門啦等等 這些所謂中國的地區 那麼呢 現在的逃犯條例呢 是怎樣呢 讓我開個小火先 對啦 現在的逃犯條例呢 其實就是呢 它需要經過 這個 這個 立法會啦 行政長官啦 和這個法庭的把關 就可以進行這個 單次的移交這個逃犯 等等 那張紙巾先 是有三重把關啦 去確保這個 人權啦 法義啊 法治啊 那些得到彰顯啦 那為什麼 不包含 這個台灣啊 和中國等等的地區呢 就不像 保安局局長所說的那樣 因為法律有一個漏洞 而是呢 其實在97的時候呢 制定這個逃犯條例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是考慮過 中國地區當時的人權狀況啦 是為了維護這個 一國兩制啊 法治啊 人權啊 自由啊等等 這些這樣的principle 所以才決定呢 是不加這個台灣 和中國地區進去的 那麼現在呢 他們新的建議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的修例 讓我先下這個 牛油果油 先 小火 小小可以的啦 哎呀 好像多了 那現在呢 政府新的建議呢 就是什麼呢 他呢 就建議呢 簡直是剔除了 這個立法會的角色 就是呢 現在的逃犯呢 就不需要再經過 這個立法會的審議 就呢 就這樣是經過這個 行政長官的命令啦 批准啦 呃 還有這個法庭的 呃 呃 表現證供成立 那就可以 移交這個 逃犯去中國 或者是去台灣的啦 那現在保安局呢 就建議 直接是將 整個 呃 立法會的角色呢 是刪除 細火一點點 整個立法會的角色是刪除 變相呢 完全是繞過立法會來的 他為什麼要完全繞過立法會呢 現在立法會是有一個重要的角色的 就是他呢 是會 可能會審議這個 這個 疑交桃花的國家 是不是司法獨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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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公平審訊啦 那這樣 那張達明講師都說呢 其實現在 只要進行 這個簡單的修例 將台灣 列入去這個適用範圍裡面 那那行政長官呢 發出命令的時候呢 就讓他這個法庭 和執法機關呢 即時逮捕這些疑犯 和拘留這些疑犯 那呢 就可以避免呢 那個立法會審議呢 時間過長 那那些逃犯呢 就逃走了 就是已經很簡單的修例呢 就是加入了這個 給他們機留的角色呢 就已經可以剔除現在的 所謂的漏洞就是怕要經 什麼立法局啊 那些立法會啊 那些審議啦 那 那 為什麼 要整個逃犯條例去修例 就是處理這個 這樣的loan case呢 是整件事是不合理的 其實 oh shit 那 如果修定了 之後又怎樣呢 那我們又有一個問題 究竟香港法庭 可不可以確保到 就是我們來到香港的逃犯 或者懷疑逃犯 會在當地有公平的審訊呢 去確保到這些事情呢 好不可以呢 那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他又不可以 管別人怎樣審他 另外呢 他就是可以看一下那個 引渡方 例如現在中國要引渡一個人去大陸 去中國受審了 那可以看他們引渡方的文件 那呢 如果呢 其實可能有些很正式的文件 啊 官方簽署呢 其實他可能已經相信 還有他是 法庭根本是 他不會說質疑 中國是 不行的司法地區 我是不會引渡他 不會引渡這個人回去受審 根本不會 根本是 法庭的 如果修訂了之後呢 法庭的把關作用呢 就是 懷疑是非常之低的 就是他會不會說 哎 中國是不公平的 他不會引你上去 不會的 根本現在近年的趨勢 都是不會這樣做的 就是香港人最擔心的 就是他會不會移交了一些政治犯啊 政治迫害啊 那些東西 雖然講明是說 不會 他移交這些政治 不會因為政治罪行而移交 但是問題是 中國拘捕人 都不是用政治原因的啦 阿哥 他們永遠 什麼 艾美美啊 又說他逃稅 教大火一點點 艾美美呢 又說他逃稅 然後呢 林榮基呢 又說他是 什麼啊 賣禁書 又不是 什麼非法賣書 還是什麼呢 這個 桂文海呢 又說他 什麼醉酒駕駛 類似這些 那 喂 根本 如果你是要引導他 他其實 雖然他說不會引導政治犯 但是 那中共當然不會跟你 用這個 政治犯來引導你 他當然是隨便說一些原因 這樣就引導你 是不是 那便我擔心一件事 就是 如果這樣這件事 這個逃犯條例 通過了之後 會不會 其實隨時 中國看誰不順眼 只要那個人 來到香港 他就可以 給中國呢 是有藉口呢 就一下子移交了去 這個 中國受審的了 受到一些 人權的剝削的了 就是 商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什麼人也好 另外 還要不用經過立法會 然後法庭基本上那個把關 就是他會審視他 是不是政治的案件 或者是不是 就是我 中國這個司法管轄區 是不是 很 沒有人權 沒有什麼 他是不會說他沒有人權的 根本 應該是廢的 那剩下 特首 一個人 去 決定嫌疑交這個逃犯 那人也知道 特首 是中共的狗 就是 中共說什麼都做的 那就是 喂 將來發生的情況就是 會 總之 特首 就是聽中央說 那法庭 沒有壓力的 那誰來到香港 或者是香港人也好 或者是一些外地人來到香港 台灣人來到香港 總之 就是 會 被人引到中國受審 好 我這個 青魚呢 我覺得它的邊不夠焦 我想煎焦一點點 現在已經煎到金黃色了 所以 其實 這個逃犯條例 當初 不包含中國 台灣 澳門 這些地區 不是一個漏洞 而是 因為 覺得 中國的法治 或者法律制度 就是 如果我們隨便移交過去 就是會 怎麼說 就是會 補償不了人權 破壞一國兩制 就是 如果政府應該要做的 去修訂 不是直接 剔除了立法會 而是 你麻煩 真的 按應有的步伐 去修訂 一個你適當的條例 就是 不用真的整個立法會刪除它 還有其實 就是 法律界啊 立法會啊 那些 泛民啊 都有很多不同的建議 對 雖然你可以說立法會 現在也是廢 但是 起碼也有一個在做的樣子 對嗎 好 上碟 嘩 可以煎到 已經說完了幾分鐘 這個甜菜呢 就 炒一分鐘就可以了 那就 鹽也不用下 那我就用了 剛才呢 煎過 青魚那些 魚油呢 就直接炒 那就沒有再下油了 那就好像可以健康些 好 差不多炒了一分鐘 可以上碟了 廚房 亂過亂撞光 沒有手 單手上碟 一手拿電話 一手上碟 欸 鹽也沒有下 可以說 他說可以不用下鹽 試一下這個甜菜是什麼 好 開餐 這個青魚呢 肉質是挺實的 還有呢 醃味呢 也是足夠的 如果拿來送飯應該挺好的 但是我又不太吃 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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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醃味 醃味 它沒有加鹽 沒有加性 那個 甜菜呢 我覺得是有點像 油蜜菜的味道 但是呢 有一點點白菜 亂雞灰麵的那種白菜的質感 還有那股味 就是聞不下 有一點點白菜味 不過呢 是真的OK的 我呢 沒放鹽這樣吃 連油也沒什麼去清炒 炒了一分鐘左右 也好吃 推介